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明天里面 当然后天我会与你相见在台北 所以非常的期待 明天跟后天 跟所有的投资朋友 能够面对面 针对整个台北上 台北股市上面 给大家一同的讨论 如何去迎向2023年跟2024年 也让整个这个时间点 大家所有的疑问 可以在明天跟后天 鼠方把我自己的想法 跟我的研究 分享给投资朋友 当然会有个神秘礼物 目前市场上面还没有的 整个致富的捷径 目前未来的科技产业 如何去做一些致富的捷径 也会在明天跟后天 这三场演讲会里面 送给来参加的 所有的投资朋友 台北股市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是上涨194点 收在16706点的一个位置 最高是16752点的一个位置 我在今天先下一个结论 台北股市在今天是不可以 去做进场 去做有买进的动作 为什么会如此 主要的一个原因 我们可以发觉到 台北股市在今天里面 指数是创新高的 但是KD指标跟量能上面 它是双背离 指数创新高 KD指标没有创新高 量能上面也没有创新高 那就有有台的财经节目里面 就问我一件事情 他说可是这个量 是在5月31号出现的 如果把尾盘1000多亿扣掉 在今天里面 并没有呈现的量背零 我就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技术面会管你这个问题吗 你一年之后再看 这个量价的结构 他会说因为这一天 有MACI季度的调整 5月31号 所以这个量要扣掉1000多亿 那好可怜 那你这样的话 那整个一个所谓的 系统性的风险 量能的一个窒息量 那也要扣掉 是因为系统风险吗 不可以扣掉的 所以技术面不论你的一个 所谓的发生的新闻事件 或是任何的一个事件 来看待整个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在今天 就是指数创新高 量是背离 KD指标也是背离的 所以在这种观察的过程中 我们就必须去了解到 KD指标 能不能够有效性的交叉向上 我要强调是有效性 因为你不要一下向上 一下子就向下 这样就不叫有效 因为目前看起来 整个台北股市 在今天的量价的背离 跟今天里面来讲话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我说整个内资市场上面 它分成业内主力中实户 跟投信自营 跟一般投资朋友 你都是属于内资的部分 外资它不会管技术面的 它只会管美股间涨还是跌 它来台湾的资金要多少 它在期货市场上面 是多单还是空单 它只会思考这个问题 它今天里面如何去做套利 所以在今天指数涨的过程中 龙头型的全资个股 它容易动 这个部分是没有疑问的 可是我在之前就讲 随着黄仁勋董事长 NVIDIA 他在整个台北国际电脑展 他发表演讲之后 他会把整个一个AI 整个相关的概念个股 人气拉到了最高峰 可是你拉到了最高峰 你的KD指标 进入到指标90之上 它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指数的位阶 就是KD指标的位阶 它震荡是在所难免 它修正它也是在所难免的 中石户它在低档上面买 因为它好不容易买到低 它不会去预设高点在哪里 它看好的就看好 它一张都不会卖 可是我有提醒过大家 这个市场上不是只有中石户 它还有分成业内主力 对不对 这个业内主力 经得像什么鬼一样 它看那个技术指标 它看到这个背离 它今天不跟你反手这样子 我说高出 它不把手上个股里面 先跟你出一下 出一下未来再低阶回来 不然要等什么时候 因为KD指标在相对的90几的时候 它已经以大盘而言 它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档位 你在今天里面来讲 很多人就说有些个股 在之前跟你讲说是超级电脑的概念 或是跟你讲什么什么 你都不敢买对不对 你现在尝尝这一期 因为你发现不买就再涨 不买就再涨 不买就再涨 飞龙在天像龙卷风一样 你今天就尝尝这一期 你就要冲下去 你也不管指标是不是背离 你也不管是不是高档 你今天里面就算再好的股票 之前投信买到一桶拉库 你今天不就是全部都赔钱 如果你不管你是不是开盘买 71块左右而已 你今天追高的人是不是通通都赔钱 所以不是说股票 我说再好的股票 也不可能一年365天都在涨 你要买你也要近大一个点位 不然的话你买 我就跟他讲说 好 假设你在这个时间 你就怕它像龙卷风一样 对不对 啪啪啪啪啪这样卷上去 你要进去买 假设你坚持把你要买的资金 譬如说你要买10张 你就先买个5张 你今天就不会怕 如果你今天所有的资金就是买10张 你现在就进去买了10张 我问你 收在这个位置你不会怕 收在这个位置你不会怕 然后它的KD指标在这种过程 最终你看在这个变成 它形成了什么交叉向下 我讲这个部分就是 我们要回归到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里面来讲的话 基本上电子个国还是跟肺半 还是跟NASDAQ有关系 肺半在整个这种过程中 它短线上面的涨幅它是最大的 之前大家都说肺半最弱 就是它这一波涨最大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肺半在整个一个 computer 就是在台北国际电脑展的时候 它创下了近期的高 因为NASDAQ一声大涨上来 对不对 所有的AI相关的概念各国都大涨上来 请问现在的肺半是不是叫做 涨多进行修正整理 只是说它还没有跌破五均线 那一样的大盘来讲的话也一样 它并没有跌破这最大量的低点 这个最大量的收盘的低点是16491 没有去跌破之前 它当然短线上面它是极强的 极短线是极强的 那就算跌破也没关系 它有个16323的多方缺口 可是到这里来为什么说 第一个它的指标是背离 你不可以去做追高 第二件事情的原因是 这一个点位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点位如果我们看了 以周线来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边 有个相对的一个高点是16702 今天是不是进来了 然后这个高点是16811 所以它来到这个点位 它这个点位 这个点位我们对称过去 它的大量区在这里 这个点位之上 台北股市就会进入一个大量区间 大量区间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台北股市 它会进入到什么 我们说当台北股市 一定要记住 我一直在之前一直提醒大家 你要回想到整个肺半 肺半在之前里面来讲的话 整个一个架构 从长空变成长多之后 它会出现一个长线上面 解套性的卖押 它也会出现一个短线上面 涨很多获利了结性的卖押 然后随着一个在这种过程之中 它的长多之后的架构 拉回的时候 你要勇敢的去做买进 我也提醒过大家 这一次也一样 你不去做买进的动作 请问 在当时大家说 肺半是最弱的 现在什么话都不讲 对不对 那一样你在这边 台湾股市也一样说 我们现在要了解到 台北股市 再好的股市 再厉害的个股 也不可能一年365天都在涨 那你在这边里面来讲的话 你自己要去了解到 因为台北股市这里 是在技术面相对的高 对不对 肺半指数在技术面而言 它也是在一个震荡修正整理 所以它都是正常的 它也不会去改变长线上面的多头 所以我说多空决战6月天 在今天里面是6月2号 台北股市终于长线上面的多头 它去做确立 你来看 为什么长线上面多头去做确立 因为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整个一个 它的扣底的位置 也就是说在整个一个过去 我们可以发觉到 在这里的一个时间 整个年线扣底的位置 它已经要扣底到相对的低 在这里 今天在这里 有没有 年线已经翻阳向上 看到没有 未来是跳这里 再跳这里 再怎么样 它都是多头了 只是在这种过程中 它的长线上面多头 它不会改变 它不会改变 但是 它长线上面怎么扭转多头 就代表它走了很长的 一段时间的多头了 只是你的有没有跟上来而已 这个市场上面 我就说 因为在这个过程之中 大家可以发现 台北股是很倾斜 会长的就这一些 你没有买到AI 你没有买到除能 政策做多的概念个股 基本上你没有买到 譬如说最近你没有买到 我讲的长龙航空 你也都没有赚到钱 或是我之前讲的车盖 譬如说中华汽车 你也都没有赚到钱 这就是很倾斜式的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原因 当然有它总体经济面 我们在演讲会的时候 会告诉大家 但是在今天之后的台北股市 它会进入到另外一个境界 另外一个境界 所以我们说在这一次 我不会讨论到主身段 因为主身段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 至少它会到16500点之上 问题是16500点之上之后 台北股市至少会到哪里 我们在这一次里面会跟大家讲 而且时间可以走多久 我们说在这一次里面 我们会从2023年规划到2024年 这个部分就是要去告诉大家的 在极短线上面而言 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时间点 1649也没有跌破之前 极短线依旧是续墙的 跌破极短线上面来讲 才会转弱 但是多方趋势的一个关键点 是在16323 这个多方的一个缺口 所以震荡修正 本来就是在所难免的 就算因为下个礼拜 因为台北股市背离 涨了2000多点 它的震荡修正 我觉得也很正常 只是到时候如果你又不去把握 这些上车的机会 那就很可惜 我先跟大家讲 如果说在这种时间点里面 因为KT指标在今天 它是密合的 它并没有告诉你 今天可以去做进场动作 对不对 它并没有告诉你 可以进场动作 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做短的人 在整个一个可以短卖 然后在这种过程中 不可以指数在创新高 还是持续的双背离 如果双背离不可以追 长多的架构不变 你可以趁着中短线的修正 再来逢低去做布局 日KT没有到低档之前 你还是要到至今拆割方式 我就跟他讲说 日KT在低档 当时候在15400点 15300点 我就说这个 就算15500点 跌到15300点400点 这也是黑暗隧道将近的 一个隧道的尽头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就没有人相信 我给大家看 在4月底我给大家看这个 我说5月15号 公布完第一季财报之后 这些中史货 他就会开始动作了 然后我说 再过来到5月31号 这边开始起涨 然后我再说到5月31号 你要去注意 非电及电子个股的主流地位 是否去做转换 我说当你发掘到 电子占7成就是主流 所以那时候一路一波的AI 相关的概念个股里面大涨 我说黄龙鑫董事长还点名 在Compute电脑长 好像我们头顾老师一样 直接告诉你名牌有哪些 哪些的个股 我也跟大家讲过了 所以在这种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台北股市就很简单了 7成在电子 你的投资组合就是7成是电子 6成7成是电子 那就代表 传产金融电子轮动 那你就是5成电子 尊重资金的一个力量 那在这种过程中 当你的KG指标在高档 你的获胜率会低 获胜率会低 那你基本上而已 你就是持股 资金去做一些的切割 一直到他什么 修正到指标50 或是修正到指标20 那个时间点 你的胜率又会开始提高 这就是你运用一些技术面 在你的操作上面 让自己的胜率提高的一个方式 那在这种过程 最终里面来讲话 我也跟大家讲 刚刚为什么 你看这个台北股秀 真的很妙你知道吗 因为它的压力 我给大家看 从周线上面来看 它就是16702到16811 那这边就会有一些什么 长线上面解套性的卖压出现 还有短线上面 获利了结性的卖压 你看在今天3231的伪创 也是 你今天去追很难赚钱 2376的技嘉 还拉到涨停板 很开心 然后就打开了 对不对 2382的广达 也是这个样子 大家先了解到 这个时间点里面 你的操作上面来讲话 随着KT指标在高档 随着KT指标是背离的 随着费半还在修正整理 你就是不可以这么积极 如果你是电子个股 这个部分 大家自己稍微去做一些的留意 所以在这个时机点里面来讲话 就提醒投资朋友 你要在2023年 2024年 股市赢家不缺席 在这一次的演讲会里面 我们会给你多空的一个规划 一路规划到2024年 我们会给你一些关键的密码 从总体经济面 技术面 基本面 资金面 来告诉你 当然我们在这边 也会有一些技术性的教学 来告诉大家 当然你说短短的一个时间点 没办法把所有技术面教学 告诉大家 但是对股市有用的几招 让你几招可以传股市 鼠方是做得到的 当然也会有一些制胜的关键的密码 告诉你好股 到2023年 2024年 可以报的股票到底有哪些 也会告诉大家 鼠方与你有约 共创财富 6月3号 早上10点钟的高雄 下午2点半的台中 跟6月4号 下午2点钟的台北 请大家好好的把握 尤其是已经报名的投资朋友 已经跟他讲说 我不敢说这次 跟大家有约 全省的巡回是最后一次 不敢保证 但是一定是倒数的三次之内 所以在这过程之中 已经报名好的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我们进一段广告 再针对个股来告诉大家 你好 欢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股市里面来讲的话 的一个投资 它分成很多 有些人是在筹码站 有些人是在提财站 有些人是在投资 有些人是在投机 这本来就是你的选择 这没有对与错 在这种过程之中 我们就跟大家讲过说 如果我们站在观光个股之中 然后在当时候 我说过当时候 我就给大家分析 你要开放台湾团 可以到中国大陆 你要开放中国团 可以到台湾 无论如何里面来讲 从位阶的考量 从获利的考量 在当时候来讲的话 比较好的就是长龙行 而长龙行在当时候来讲 我们讲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一天 20几块 你到今天的一个长龙行 已经涨到多少 36.95 将近37块 对不对 将近37块 你从20几块涨到37块 是不是就是告诉你说 股市就是这么奇怪 之前你怎么买 买起就是买起 机会一来了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说 未来的股市有很多很多 一个是大象会跳舞 有很多是叫复仇者联盟 只是你能不能抓到他们而已 你来看整个长龙行是这样子 以前来讲的话 大家一直在讲鸿海 我说鸿海的一个部分 鸿海有很多的利多 其实是乙顺创造出来的 乙顺它基本上 车用的占比也比较高 特斯拉的订单 墨西哥厂的部分 在北美的一些 其他的电动车的一个接单 都是来自于它 但是你自己要去了解到说 在这种过程中 他们本身的车用占比越高 或是它的低轨卫星里面来讲 国防鞠躬的需求越高 它的获利不会去做衰退 鸿海今年的获利可能会衰退 那它就是你的 我说在今年里面 有很多的个股 你只要不衰退 就棒到个不行 所以很多的个股 就变成标股了 你看我从跟大家讲的 一路标到这边 最高已经到91.9了 它原因就是如此 另外一部分来讲 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樊仁勋董事长 你如果去研究它 你就可以发觉到 它真的是一个超级销售 很厉害 很会讲 在这种过程 它在这一次的演讲会里面 它推出来是四大主题 加速运算跟之前里面来讲 AI伺服器都一样 可是它开始 它出现了什么 它讲到网络 但是网络这个 跟我们台湾里面 没有太大关系 它出来一个叫做 Animus的部分 这个叫大宇宙或是元宇宙 再过来它取代了什么 它取代一些革新品牌 你的电商 你电商以后可能会被取代 再过来它强调什么 跟Musk都在强调 可以自主行动式的机器人 它就开始了 不管是在之前里面 讲的什么技嘉 这一类型的广达 在这一次它又谈到了 在元宇宙这种数位工厂 虚拟工厂的部分 它就是把 因为你的聊天机器人 根本不可能贡献获利 但是你的数位工厂 你的虚拟工厂 就可以把人工下降 你下降的过程之中 你就可以怎么样 你就可以做到成本的下降 这才是真正未来里面 AI要引领科技产业 未来的十年的一个部分 它不是纯粹你聊天 你聊天机器聊天要干嘛 你确定GPT的部分 它只是要进入到 未来里面让科技业 让企业界赚更多钱 它只是一个敲门砖而已 所以在这过程中说 刚刚我们谈到什么技嘉 伟创 广达之外 你看他又开始讲富士康 这一顶我200多块钱 就告诉大家了 我说我那时候分析它 它应该就是在讲一顶 果然就是一顶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就是鸿海 合硕 广达跟伟创 你看这些的个股 鸿海最近也涨了 但是它实在是 我跟鸿海跟台积电 它未来里面在第三季 还是要看苹果的订单 你再来看 在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再来看5289的仪顶 从我跟大家讲200多块钱 到300多块钱 再过来4938的一个合硕 你看 以前是不是都不会动的 3231的伪创 长成这个样子在这一波 我说达明机器人的部分 跟云达 大家说达明机器人是广达 云达是广达 但是达明机器人不是 它可能在今年会挂牌 它是6188的广名 你看在这一波这样 是不是很厉害 所以你只要跟上了这个节奏上面 它就很厉害了 在台北股市 我也跟大家讲说 大家说NVIDIA的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会不会它是一个泡沫 我说它不会的原因是 NVIDIA它带起了 所有的科技产业上面 投资的一个方向叫AI 我也跟大家讲 它只是第一个 未来AMD不会缺席 Microsoft也不会缺席 再过来整个Amazon 他们Meta通通都不会缺席 所以他们很多人 有些人要跨入到晶片 有些跨入到AI伺服器 AI伺服器绝对是在这一次里面 为什么台北股市会偏头痛 因为AI伺服器里面来讲 这个不管是超级芯片 或是你的一个伺服器 我们传统的伺服器 大概是1万块美元左右 你知道这个所谓的H100 这种高阶或是A100 这种伺服器上面要20万美元 是不是15倍到20倍 它这个单价上面 你看看你自己去算 一个是1万块 一个是20万 然后它接到多少台 你自己看到了没有 它接到多少台 在这一次里面来讲的话 它已经超过了10万台 你去算一下 它在这一次可以赚多少钱 所以我们就说 在这种过程中 为什么有些中史物不卖 你看那个个股 你自己世新卖掉了 你买得回来吗 今天1750块 在整个这个过程之中 你低档买到的N31 它今天拉回来 所以如果你低档买到了 你不是很开心吗 最高已经快到900块 我们说过 3443的创意 明年会接到一些 Microsoft的订单 但是以今年而言 它本预比会比较高 我也在跟大家讲 6531的爱普 如果有人告诉你 它今年会赚十几块 不会 因为记忆体的部分里面 没那么好 这个部分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我也跟大家讲说 散热的部分里面有四雄 不管是在见准 不管是在整个一个双红 或是建侧的部分 或是起红 我们在之前也跟大家讲看 位置比较低的一个见准 从我跟你讲完之后 两根涨停板到今天 从60几70已经涨到了90几 就是告诉你说 你选对个股里面 随时你就会变成什么 复仇者联盟成功的一员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要加入我们 在这种过程中 股市的赢家 不缺席的投资朋友 请好好的把握 尤其是已经报名的观众朋友 明天跟后天 鼠方云里有约 不见不散 6月3号 星期六 明天早上10点钟的高雄 下午2点半的台中 跟后天6月4号 下午2点钟的台北 记住 鼠方云里有约 共创财富 让你自己有机会 成为股市的赢家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逢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